Hello, 大家好, 上次就和大家去過 7 Oaks 游車 今次就和大家去 Note Park 和看一間自販單位 先和大家去 Cane 最大的 Deer Park 這個 Park 位於 Cane 內 7 Oaks 近住 Town Center 旁邊的 Note Park 我們來到這些 Park 記住不要亂去位置這些野生 Note 因為這樣會很影響他們的成長 亦都會影響整個環境 很有趣, 有時我們見到這些小朋友 都會不斷地和他們聊幾句, 很可愛 如果我們把這裡的鹿就像去日本內糧那些鹿 買些鹿餅, 餵牠們吃的話 是真的會直接影響整個生長的問題 所以都非常之不建議 因為好像內糧的鹿那樣, 沒有餅吃 就不知道會不會去找食物 我繼續向前看哪裏有鹿 Hiya, Have you seen any these? Yeah, there's a lot. OK, Thank you. Bye-bye. Have a nice day. 我還未曾找到一些一大群的鹿 但見到有很多大大小小的 family 過來這邊逛逛 除了走過 Park 之外 它亦有一間我們叫做 Note House 屬於一個十六世紀的建築 裡面亦有很多很有歷史價值的東西 給大家看看, 位置就在前面那棵樹 你們只要買票或參加 National Trust 亦都包進去看 以及泊車都不用錢 而在我前面這個方向 你們都會見到有很多人在打高月呼球 學一下開球 因為在Note Park 裏面亦有一個Golf Club 所以喜歡打高月呼球的朋友 又或者想學校打高月呼球的朋友 都可以過來這邊玩一下 由個 Town Center 走路過來十多分鐘 就已經有個這麼大的 Park 所以住在 Seven Oak 的居民 真的都很幸福 在這麼短的 Walking Distance 就已經有個這麼漂亮的 Park 偶爾帶小狗過來逛逛 又或者一家大小 又或者自己過來做一些運動 都是不錯的活動 我們就不是住在這裡 偶爾過來的話 都是一個不錯的 Day Out 接著就會和大家去 Seven Oak 看看一個新的樓盤 看看它裡面的價格是怎樣 和大家去看的是 在 Seven Oak 近 Town Center 附近 一個新的樓盤 這間是兩房的 Apartment 進門口的左手邊 就是一個 Family Bathroom 那麼它都四四方方 很大一下 這個 Family Bathroom 而它用那些 Tower 那個顏色的Tone 都不錯 都很舒服很柔和 唯一我就覺得 大了些 有些篩位 而入門口的右手邊 就是Hallway 這個是Open Kitchen 和Living 一起的 就這樣看下去 那個廚櫃的Unit 都不少 一樣 都是用了這些 Build-in 它就用Simmons這個牌子 都是一個德國的漂亮牌子 好像叫做西門子 我們再看一下 它這個Worktop 它這個Worktop 這個花紋都很漂亮 有一種類似Marble 但是應該不是Marble 和上次想說的Granet 都是差不多 都是很堅硬的 這些就不容易刮花 而且它這次的設計 用了比較薄一點 試一下櫥櫃 它上面這個櫥櫃 主要都是裝飾為主 因為它那個抽油煙機 就在這個櫃的後面 就是藏在下面 都跟大家說一下 英國的抽油煙機 那個抽氣的問題 都不是說真的好理想 所以盡量都避免在家裡煎炒得太緊要 否則整間屋都一陣味 而整個Worktop 看上去都不錯 尤其是它的升盤 旁邊那裏是一塊剪了出來的 所以就算是有一些的水漬 抹一抹它都不多 再加上它在這個Cooker後面 都安放了一塊這樣的擦 整個整體的感覺 看上去的視覺上都很一致 在星盤下面這個就是洗碗碟機 都是用同一個品牌 Simmons 它的用料都不差 我打開個雪櫃看看 這個水漬都算闊落 很常見到這些製造的 那個水漬都比較小 但這個也算大小小 所以它下面這個水漬就小了一本格 我覺得水漬小小小沒問題 而在入門口這個位置 就可以放一張小小的餐桌 如果放兩三人的家庭 就真的都幾闊落下 我喜歡它有這麼多個窗和光猛 旁邊有個小小的騎樓 如果打開個門的話 尤其是熱天 多了很多生風進入房子 就真的很舒服 間中坐在這兒喝杯茶都不錯 再用不同的角度 看看整個環境 我出來看看這個Hallway 旁邊這麼多道門 應該是Store Room那類 看看第一道門裡面 它就把那個Boiler 還有那些電錶 還有那個洗衣機 都放在這裡 又開一下第二道門 真是一個Store Room Cook Room 可以放一些鞋 掛一些衣服在裡面 雜物放 所以直接進去這個主人套房 看看 一進門口 在右手邊 兩個高身的入場櫃 做到好像一個衣帽間的感覺 在這裡進去就是主人房 四四方方 今次這個建築箱 它就用了一個挺漂亮的窗 我們叫做Charge Window 如果大家留意 如果大家留意 看到以前的舊有的建築 它們主要 例如那些Chill the House 它們的窗都是用Charge Window 真的是燙窗 從這裡就走進去 那個就是On Street 那個On Street很大 那個用料 看上去都很美 唯一覺得就是大了一點 因為這個Apartment 兩個洗澡房都很大 我覺得就真的浪費了少許位 我們進去2nd bedroom 去看看 都可以放了一張商人床 略嫌真是小了少許 如果將它那個大大的衣櫃 換回一個小小小 那麼空間感就會比較多一些 最欣賞都是它這個窗 這個是一個燙窗 剛才都說過 就算你在外面的Balcony坐著 那麼拉開窗都不會撞到 最後這個房間 就是一個小型的Storage 也都有一部很大部的Air Filter 如果我們住在這個Apartment 就算不開窗 又或者是近馬路 那麼它都可以做到一個Air Filter 就是將外面的一個新鮮空氣 抽入間屋裡面 然後將屋裡面一些混濁的空氣 這樣做到一個空氣流 這樣東西來講 對那個健康都是不錯 整個Apartment 這個Show Room 那個用料都是不錯 唯一我就覺得 那些門是多了少少 還有一些的空間 它都未曾用到盡 這個就是整個Apartment 那個Outside 前面那裏 它都是利用了一些舊有建築的元素 侵了進去 你們看看它們的窗門多美 還有你們再看看頂上 這個就是剛才跟大家講過的 那個Air Filter 這個Show House 是位於在Kent的Seven Oaks 離開這個Town Center 不是很遠的一個發展項目 Seven Oaks之前都跟大家介紹過 它除了是一個移居的浮之一 還有它也有很好的效望 尤其是Seven Oaks School 是一個很出色的 革命的學校 而其他的Normal Stay School 都不是很好 而是超級的 再加上它那個 Transport Link是非常之方便 而且它周邊的Grenery 也都很多 那一會兒我就問一下 這裡的售貨員 叫他不停地說一下 關於這個盤的一些資訊 給大家了解一下 嗨大家 這是 Quinton Court 歡迎 我們是個建築的 60房間 based 五分鐘 walk 從 Sevenoaks Town Center Sevenoaks Town Center 有一個很好的 公園 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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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юбой層 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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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的售价值 我們現在有一個房子 我們現在有全部房子 我們有兩房子 我們有兩房子 他們開始從525,000 我們有三房子開始從772,000 他們會準備好 兩房子 我們現在有兩房子 我們只有一兩房子 我們只有一兩房子 有兩房子的售仇 非常非常好受到 兩房子的售仇和外國客人 7nook 都住了很多有錢人 你看多多法拉里 樓盤就在法拉里車廠附近 向上路直到山上 直到山上 就已經是Town Center 而右側就是7nook Council Office 如果大家對樓盤有興趣 可以在我影片下方的Discretion Box 找更多的資料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